今天我們來到那個彰化的北斗的籃球場 那我們今天來找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他籃球非常厲害 那今天就是要來找他來切磋一下 順便來聊聊為什麼他最近在網路上爆紅 這個人非常厲害 讓我們來歡迎這個我們的冠節 起瘋了的冠節 蠻厲害的喔 今天就讓我來用內招來對付你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來喔 讓你真正體驗到搭搭的厲害 來囉 好來 我守住你 搭搭搭 哈囉我是艾倫啦 原本想說這一集的台灣行作的比較旅遊一點的風格 但是呢 居然被剪輯成了比較綜藝一點的風格 但也沒有關係啦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Let's go 那冠節我想請問一下就是你今年大概幾歲啊 我今年18歲 18歲很年輕 1819塊19了 可是你做這支頻道啊 嗯 多久的時間了 就是今年開始創然後 今年剛創 對今年剛創 2020年 對2020年 哇哦 然後後來就想說 不要一直局限在光頭哥哥的陰影下 然後就想說 递出來 對 想哏 發揮 對 然後 像光頭哥哥那樣帶給能不能那個快樂 觀眾快樂這樣子 嗯 可是我覺得你表演他表演得很好耶 呃 不敢啦不敢啦 我覺得 我覺得我模仿的還沒有說很像啦 我自己覺得我還沒有到他的那個level 就是 還可以再更努力一點 嗯 那 對於有些觀眾覺得你是光頭哥哥的接班人 你是怎麼看這件事情 嗯 算是我最大的鼓勵啊 就是 我不會覺得這個是批評或者是 這是一種肯定就對了 就是一種肯定就是 哇哦 像光頭哥哥那樣 像 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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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嗯 那你未來就是說 嗯 你當初是怎麼想到搭搭搭這個梗的 有 我是冠傑 今天要教大家 學一個 籃球技巧 阿德籃球技巧叫做搭搭搭 學會這個 搭搭搭喔 對 搭搭搭是 那個取 取自於我 對 我就是那個 那時候太無聊了 對 然後想說 那我那個房間裡有球 對 這個球太久沒有動了 我就想說 對 那不如 那 我就拿個球 對 然後在外面打 然後我剛好想到 我也是 那個 之前有個人 會那個小碎步 他那個小碎步就是 登登登 就是搭搭搭 然後 一直想到 搞不好就是可以利用 搭搭搭這個 那個來 來源來做影片 然後 我就在我家的外面 然後就 擺了一台 手機 然後 開始錄影 然後 然後 先 先想一下 對 台詞要怎麼 排 然後 怎樣的那個 講解 對 然後這樣 怎樣 還可以吸引到目光 對 就是 來做這個教學 沒想到 意外的那個 觀看次數那麼多 我也是嚇到了 我們都嚇到了 因為我們follow你蠻久的 嗯 了解 但是覺得你真的很有甜粉 就是做 創作的這種東西 很有甜粉 那你現在還有個新的 就是你的rap 對 Yo 今天要教你們唱饒舌 首先 你要 對 Yo 就像我的影片一樣 想到梗就發 對 對啊 那你未來的希望說 朝向哪個方向嗎 就是說你接下來的計畫是什麼 接下來的計畫是什麼 對 就是 就是 讓 讓 讓更多人知道 我是誰 或者 然後知道我 我是在 做什麼影片的 然後 可以盡可能的 帶給大家歡樂 帶給大家歡樂 不用大家是 過著每一天 就是困苦的生活 然後生 那個 可以帶給大家歡笑 然後 可以 就是 會因為我的影片 然後開心一整天 對 或者是睡不完也可以 真的 看你的影片真的是開心一整天 好啦 謝謝你 謝謝你帶給大家歡樂 謝謝謝謝 那我想先問一個問題 你籃球非常強是真的嗎 我 其實國小的時候就開始在打了 其實 多少就是 就是打一下 然後 就是有時候打到後面 就是有點變成孤獨 孤獨一個人的感覺 就是強 強者總是孤獨的 但是我聽說 有很多網友看你的影片 學習以後 發現他們都可以上NBA 這是真的嗎 呃 我不知道 應該都開玩笑了吧 我覺得是真的 那你當初 你怎麼會想要做這一系列的影片 呃 當初做一系列 主要 主要一部分就是 讓自己 讓 讓大家開心 取悅 取悅大家 能帶給觀眾一些 那個快樂的心情 看到我的影片可以 很快樂 然後看到你們快樂的時候 我心情也會好起來 然後有時候 自己有時候心情不好的時候 想到梗 我就會 發一部影片 然後就這樣紓壓自己的心情 真的 對我們看你的影片 其實說真的是 都覺得 呃 心情非常好 因為我自己也算是冠傑的粉絲啊 很喜歡他這樣子 很喜歡他這樣子 好 來我們現在就要熱身囉 嗯 聽說你籃球也是一流的 我籃球也是非常厲害的 我籃球也是非常厲害的 來想來想試試看 OK啊OK啊 電爆你電爆你 聽說你搭搭還蠻厲害的喔 今天就讓我來用內招來對付你 哇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來喔 哇 哇 哇 欸進來欸 讓你真正體驗到搭搭搭的厲害 來囉 好來 我守住你 哇 太強了吧 太強了吧 天啊 哇 有感覺到了嗎 感覺到了 好厲害 這是真的NBA的厲害嗎 哇 太誇張了 冠傑你真的是 太強了 完全就是 甘拜殺風 打不過你 太可惡了 就是說我們 我們彰化就是 沒有像你們台北那麼方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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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 哎呀 怎麼說 就是 附上都是 對啊 到處都吃了 對啊 像這家我覺得它很新鮮 所以你說價格貴 但是其實它的芒果像我覺得很好 嗯 這家好像是 我小時候好久我在開 而且好像開蠻久的 有 東西新鮮都好吃 有點吃 吃幾年吧 還不錯 說不定我們改天就要來吃那個啊 超級大什麼 30倍的那個 那吃不完 那吃不完 那可能要 五、六的很笨吧 下個集就做這個啊 要 吃不完 我錄 我的 我會想要不要去那個 就是 私信那個什麼 硬碳瑜伽 然後直接加入那個 國動那個 你說國動那裡 嗯 我覺得你比較適合去電燈 可是我怕我去電燈 會被 會被 被鼻子養掉耶 怎麼辦 吃了養養而已 還好 養掉很可怕耶 嗯 你要這樣想耶 他搞不好以後拿什麼 什麼蟑螂啊 炸蟲之類出來 主要是你家人那邊 家人那邊 真的耶 我覺得家人那邊 是個問題 就是 他們不太能接受那個 網路的新媒體的時代 可是他們的想法就是 比較古老一點的傳統 古老傳統一點 啊我是覺得 就是 我就做我的影片嘛 啊如果他們真的過來簽約的話 那就交給他們處理 我也不太想處理 那種麻煩的事情 就是 我還是 還是會 會去看啊 會去聽啊 就是看他們是怎麼 對啊 也是為了 爭一口飯啊 沒辦法 那你滿 早熟的 我 我還 我還不算成熟 我覺得你們 都比我滿成熟 因為我年紀 我在你那個年紀 我只會晚 好的冠傑我們現在人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行動廣場 北斗的行動廣場 北斗的行動廣場 對 好 欸 這裡 你說這裡是你之前 抓寶可夢的地方 抓寶可夢的地方 對啊就是這裡 那時候 寶可夢那時候滿紅的 就是我都騎腳踏車過來的 嗯 對 然後 就是怎麼說 就是騎腳踏車啊 然後 對 然後走動路散步一下也好啊 然後就運動 運動 運動繩子之類的 也還不錯啦 嗯 那你曾經有跟其他人來過嗎 其他人喔 沒有欸 就是 就是身邊沒有朋友 就是邊緣人啊 那你現在有一點浪漫的感覺嗎 浪漫 因為我們現在要去一個地方 唉唷 不錯喔 你想要去什麼地方 叫做北斗新郎道 對 後面 老婆 你看後面 哇 哇 真的 超可愛的 有沒有浪漫的感覺 有喔 要不要走前走一起走 這就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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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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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沒有 我們現在走到那個 沒有 感覺 我們陷入了很愛心的火花 浪漫Duke 找到屬於你的浪漫 有有 好尷尬 好尷尬 你看 愛心泡泡已經慢慢散發出來了 所以你如果交女朋友一定要帶他來這邊 如果我交得到的話 好 如果有女生發現你帶他來這邊 他就知道你對他有意思了 嗯 應該喔 應該喔 愛情總是來得那麼快啊 不是嗎 太棒了 太棒了 所以有時候 就是 就是 人們啊 有時候要幽默一點 真的真的 不要像我那個 不太幽默 沒辦法 我也不太幽默 你很幽默好不好 對啊 但這件事情很 很難維持 你現在是有亮點 但是要維持熱度有點難 欸 冠傑有沒有講到 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要拿 好 就我送你一個禮物啦 蛤 送我禮物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沒有錯 這是我從日本帶回來的東西 哇 我給你看一下 這個 哇哇 你最喜歡的寶可夢 對看到他心情會好的感覺 真的真的 就像你溫了我 他真的很可愛 真的 謝謝謝謝謝謝 再見 好 那冠傑今天一整天啊 採訪一下也非常謝謝你 嗯 謝謝謝謝謝謝 那你覺得 那你還有什麼就是 你拍了這麼多系列的影片 你有什麼話是想要對你 未來的觀眾說的嗎 呃 對未來的觀眾說 就是 對我們的粉絲說的 粉絲說 粉絲這裡 就是希望你們可以一直支持我的影片 你們的支持就是 我最大的動力 就是你們開心我也開心 就是我覺得動力真的滿重要的 如果每天是沒有動力的話 也不會有那麼好的影片出來 說真的很謝謝你們 真的謝謝 謝謝謝謝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冠傑喔 謝謝 謝謝謝謝 好 掰掰 那記得訂閱我頻道 按讚留言 按讚留言喔 掰掰 掰掰 按讚 boiler 按讚 按讚 按讚